能这样杀吗 他这边都 都这样砍架的吗 大家好 我是小黑 今天又来瀑瀑家玩耍了 你干嘛 你要拍什么啦 你别笑个鬼好不好 我在看电视里边吵我 是这样 最近瀑瀑他那个特别沉迷于古董探宝类的电视剧 给大家看 现在这个电视里演的这叫什么 这个叫做什么龙里迷糊 你知道这个地方他在哪吗 在北京 然后好像是个什么古玩市场 古董市场 具体的位置 潘家园是不是 是不是叫潘家园 今天我来带你介绍一下祖国的历史 这不是都是在那个电视里面吗 民国时期才有的 现在还有 你好像有麻瓜呀 看了这剧奏我就想成为摩金校尉 笑什么 我跟你讲 就是你可以成为摩金校尉 但是警察叔叔可以送你银手着衣服 快快快快 这个是铜锅蒜肉吗 跟你每次出来我都丢人 为什么 因为我真的没看过这些东西 这边有那个救护市场 咱们进去里面淘宝吧 他这个很大 对 音音在这个店里边停留已经十分钟了 哪个 能摸吗 这个多少钱 150 150 30块钱能不能买 你看你这个都已经裂开了 那在老 老 然后这个也裂开了 而且这个肯定不是景泰兰的 那不是我白送你 30块钱可不可以吗 50块钱 那我放回去 放回去吧 30块钱可以哈 30给您了啊 拿走 有没有 走呀 哈哈哈哈 刚刚他开150 你就直接30块跟他喊啊 能这样杀吗 他这边都 都这样 都这样砍价的吗 我惊呆了 在这地方买东西 他报一个价格 你就往一折去杀 一折 对 他还能赚钱 还能赚钱 那等于说这个成本可能就5块钱 对对对对 他已经含泪赚了25了 这个怎么卖啊 1500 1500 1500啊 没砍价吗 没砍啊 没砍啊 那三块 三百 三百可以吧 你那不就盘价了 那要抢劫了 要抢劫了 杀价失败 杀价没有你这么杀的 不然呢 你刚才就大概意思 老板我能杀价吗 你这个气场就很弱了 你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第一次这样杀 你想玩核桃是不是 对 我带你去开一个核桃怎么样 开核桃是什么 老板 核桃怎么开 没有开过 那边是200 300 500 这有什么讲究 演员想挑哪个挑哪个 就是 反正都包在里面 对 我感觉这两个 可以 给老板 好来 小黑来你挑一顿 来 我挑一顿 对对对 你也挑一顿 拿一个 你看一下 来 咱俩就比谁值钱就行了 我们来盲测一下 大家觉得是小黑开的值钱 还是我开的值钱 对 对就公布答案 可以吧 200块钱开了两对 同手无期 人家明保标价 纷争开始了 这个150左右吧 我这个150啊 我这个150 我这一对 你这对大一点 你这对再200 别盘了 不是刚刚他说 我盘到50岁 他这个可以卖 收我1000多块 因为我说 这第二个站在都不一定 最后 你看当那个健保大师吗 我觉得我没有这个天赋 好不好 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长按点赞一键三连 顺便投个B 给我回回血 好不好拜托了 别拍了 走吧吃饭吧 不好意思那个我核桃掉底下 你可以往前开一点 对对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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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